今天我们做香酥蛋卷 只需要几样加上食材 做法也很简单 比超市卖十几块一斤的蛋卷还要好吃 盆里加100克面粉 低筋中筋都可以 50克白糖 130克牛奶 搅拌至无干粉以后 加50克气味小一点的食用油 比如玉米油调和油都可以 气味太重的油会影响蛋卷的味道 不建议用 一颗鸡蛋去壳后约50克 搅拌均匀 最后加两把芝麻 白芝麻黑芝麻都可以 生的熟的都行 最后是这样可流动状态 蛋卷锅预热 不用放油 根据锅的大小放适量的面糊 合上盖子扣紧一点 时不时的移动一下锅子 让内部均匀受热 还要勤翻面 火不要太大容易烤糊 全程保持中小火就行 密切观察火色 淡黄色还得接着烤一会儿 两面都成青黄色就可以了 用一双筷子夹紧蛋卷的一边 滚起来 定型以后抽出筷子就可以了 喜欢焦香口感的 火色可以稍微老一点 定型一定要趁热 凉了以后就会变脆 家里有孩子的真心建议试试 干净放心 没有任何添加剂 香酥可口 好吃到停不下来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关注和转发哦 感谢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